男人反复做着同一个梦 梦里的女孩长发飘飘很好看 但看不清脸 每当她想和女孩打一次扑克牌 她就会在梦里被闪电击中 都说男人是大猪蹄子 越是得不到就越想要 梦里那拼死拼活也得不到的妹子 竟然之令她着迷 男人叫大山 是个高中生 母亲不在 有一个哈啄啄的父亲 喜欢夜跑的她 偶然捡到一个吊坠 那神秘的花纹 彰显着她的不平凡 新来的转校生叫小美 这可不得了 这女孩跟大山牧尼的妹子 长得一模一样 都说人美是非多 但你的女生七嘴八舌 讨论了起来 说小美的家族 是幸福魔鬼的异端 女孩们吓得喊起了 Oh my God 只见她们拉起小手 开始背诵圣经 小美看到这一幕 简直不能忍 你把扑克材啊 你天天鬼蜜子也咧 不给你高一哈 你真的不晓得自己 多么包皮了 随着小美的到来 这里开始怪事不断 每天晚上都电闪雷鸣 这雨下的跟冲了VIP似的 这天放学 又是大雨倾盆 小美的车抛锚了 大山心花怒法 哎呀妈 这机会就来了呀 她热心的提出送小美回家 车上 按捺不住喜悦的大山 连以后生的孩子 上上幼儿园都想好了 这一天 她来找小美 推开铁门 愿你杂草重生 仿如爬满了藤蔓 我连老天爷哟 女生两个住这种地方 当她一打开门 耶 还可以吗 里面的豪华与外面形成鲜明对比 仿佛来到了百万豪宅 小美舅舅警告她 千万不要靠近小美 否则下场很凄凉 头脑发热的大山 并没有放心上 出来正好碰到小美表达爱意 她还将之前剪刀的吊坠 送给小美 当鸟人接触吊坠时 却看到了一段奇怪的画面 再次醒来 大山一脸梦圈 她竟然回到了家里 百思不解 她再次来到老宅前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她看到另一个大山推门走来 受到惊吓 她撒腿就跑 下一秒被黑色藤蔓缠住 幸亏小美及时出现 她施展神奇的魔法 化解了危机 眼看瞒不下去 小美坦白 他们其实就是巫师家族 刚刚大山不小心触发的结界 教室玻璃的破碎 也是小美情绪失控的意外 大山没有害怕 她表白小美是她的梦中情人 小美很感动 她说自己同样也会梦到她 开跑车的女人是小美的大表姐 此时正在被福波勒追击 但她毫不在意 意念一转 就让福波勒领了盒饭 来到学校 踏着妖娄的步伐 找到大山将她带回老宅 她发现这里的颜色已经改变 金黄的楼梯满地落叶 仿佛是浪漫的秋天 巫师家族在举行聚会 但大表姐却不受待见 因为她已经堕落 成为一名无恶不作的黑暗女巫 大表姐扯着嗓子说 不要紧叫唤 这个思觉 也要因为租走而坠入黑暗 她拿起食物 亲密的为大山吃饭 眼看着男友被摸 小美无比愤怒 一场魔法的比拼随之展开 餐桌开始不停地旋转 一时间地上烟雾环绕 刮碗瓢盆满天飞舞 精神小伙还能若无其事地吃饭 最终小美技高一筹 哭哧一声 将大表姐扔出门外 可怜的大山转晕倒地 曾经的大表姐在小美眼中 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孩 但在16岁生日那天 她却在本能的驱使下坠入黑暗 小美担心她会重蹈覆辙 她不想伤害到大山 为了放松心情 大山带她看电影 当再次握紧掉坠时 他们又看到了记忆片段 原来小美的曾祖母 使用了敬咒 让平凡的爱人复活 但她也受到诅咒 坠入黑暗 失去理智的她 又将恋人送走 舅舅说出了被隐藏的真相 原来曾祖母施展敬咒 导致诅咒代胆相传 在舅舅看来 与凡人在一起的结局都很惨 所以她才阻止两人继续相恋 为了防止小美失控 众人正在合力施展咒术 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大山竟然轻易冲破了他们的防线 大山的爱 让小美重燃信心 两人连夜找到这里的先知 询问可以破除诅咒的方法 先知则将两人带到了密室 小美看到了巫师世界 最强大的月亮之书 在这本书上 小美找到了破除诅咒的方法 但她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要破除诅咒 必须要牺牲所爱之人 小美痛苦万分 她深爱着大山 她怎么能让她受到伤害 小美最终狠心做出决定 男人说 很羡慕电影里的圣诞雪景 眼前这荒凉的气氛 不是她想要的感觉 转眼便是漫天飘雪 眼前的奇景让男人很开心 她没察觉到 小美的表情悲哀充满不舍 下一秒 大山昏了过去 当她再次醒来 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没有任何烦恼 当先知问起小美时 却发现她根本记不起小美这个人 原来是小美清除了她俩的记忆 先知瞬间明白了小美的良苦用心 看着大山 她的眼里满是怜悯 小镇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盛会 那就是在冬至当天 庆祝南北战争的胜利 而小镇的所有居民都要穿上戏服 重演那个年代的片段 早已蠢蠢欲动的大表姐 在准备借助这个节日 将小美想改变的诅咒再次启动 她派丽莎诱惑了大山的好友小帅 在她手中藏下了一枚子弹 换好衣服的大山走到了屋外 而盛装打扮的小美 也在家人的陪伴下 准备迎接自己的16岁生日 但就在这时 大山在好友的鼓动下 玩起了互相开枪射击的游戏 只是大山并不知道 好友枪内装的竟然是一枚真子弹 她也立刻倒在了血泊中 小美突然感到一阵心痛 她不顾家人的阻拦 在表姐的怂恿下 小美对一旁的小帅产生仇恨 黑化的小美逐渐失控 小镇上空掀起可怕的龙卷风 无辜的人类在灾难中四散奔逃 就在小美准备毁掉小镇时 倒地的大山竟然变成了舅舅 原来为了破除诅咒 舅舅故意伪装成了大山 眼看舅舅为自己献出了生命 小美也终于完成了蜕变 她停止了对小镇的攻击 然后重新探回了光明 此时的她 同时拥有黑暗与光明的力量 这让她无比强大 起初母亲以为 月亮的出现 已经注定了小美的转化 但在母亲与表姐震惊的眼神中 小美竟然将天上的月亮藏了起来 接着她又放过了曾经善良的表姐一马 并将母亲从每位私体内 大出封印了起来 解决完这一切后 小美重新过上了平凡的生活 一年后 大山顺利考上纽约的大学 她以为两人不会再有交集 可当相同的场景再次出现时 大山突然想起了一切 真是一部爱情科幻片 推荐指数为四颗星 好了 本期电影就到这 我是湘南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 关个注 谢谢